40. 《星島日報》 《路遙之馬力》 2015年7月13日專欄 E.06 驗陽天將雲驗香港股市在希臘債務危機及內地大跌市商鬼拍門夾擊之下 股市飛躲插水 一天低於一天 星期四終於稍為喘定 股災固然令人損失慘重 但風浪中一比較 就見到香港的良好機制 你見到內地暴力救市的結果 一夜之間 內地股市2,800多家上市公司之中 已上市的公司停牌 下跌的股份又跌停板 差不多四成的股票都暫停交易 開市有餘半停市 股民想買賣股票也做不到 只能坐伏核A. 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觀 而其中一些特別措施 例如股票可以買入但不可賣出 上市企業高管不得減持股份 證券行被勸預出之救市 都是民所未民的事 而救市的原因 最新版本說法是有人惡意沽空 到底沽空有嘴 還是有人惡意沽空有嘴 還是不論沽不沽空 股市大跌就會影響國家經濟增長指標 所以要出手干預 各式說法呈現 現在還說不清 最後連公安也出動 財令局面平穩下來 相比之下 香港同樣出現股災 股市一度下跌如2,000點 但市場機制良好 政府及監管機構處變北京 沒有出現大力干預的不健康現象 讓市場自行調節 身處風浪之中 香港與內地當局的應對 有天陽之別 經此一役 內地有營之手動接干預 路人皆知 內地城市日後想代替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 路途更遙遠 而香港享有良好金融制度 而這個良好制度並非一天之內建成 而是吸取了以往無數經驗 才有今天的成果 路遙之馬力 在風高浪級的股市之中 更見堅守原則的重要 經此一役 香港難以代替的金融中心地位 還用說馬 逢1、3、5刊出